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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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各位今晚到牙齡樓欣賞 男一中校園來的三十一次音樂會 今年的下半場節目非常不同 相信各位大家聽到這首曲子 馬卡高幌想曲應該才有厲害的感覺吧 這首曲子是 全自貧窟族的一個分支 已經消失的民主 馬卡道民主 那這個馬卡道的地方 其實在高雄屏東也在 那大家看得很清楚知道 原住民音樂中 都擁有的是無權無欺的生命地 那剛馬卡道這個裡面 你聽到一首情歌 他是有一些 莫為有一些歌 那我現在還是有一位 很特別的工作者 我要請他參加一次由大家操場 他是我們的第一位女作者 我們聽這次的音樂會的標題 大家看到嗎 我們這個標題有一個很奇怪的 很難拼的一個拼音字 他是我們 我們台灣人們根據 鄒族的語言中的 花 花朵的 flower 所翻譯出來的一個字 這個字叫 horny 所以非常非常像歌文 很特別 那在此為大家介紹一下 詳細詢問 這是一首 是一首 根據非常有的 鄒族的一位 非常重要的一位頭目 他所寫的一首歌 就是這首歌 春天的走寶姬 其實他的歌詞內容的意義 闡述了一個悲傷的故事 然後他在 曾經留守的二二八歲月中 這位高一生先生呢 因為可能因為政治上的一些原因 所以他背影 然後他為了把他的思念 跟他對他家人的愛 傳達出去 他寫了一首 短短的詞 也是我們待會兒演唱的故文 然後在這個音樂裡面 同時也包含了一個 非常 反映出他對家人的愛 因為他希望他的太太 唱這首歌的時候 不實實小吉他 因為他確定他應該活不了家 所以他在 希望他的太太太 在未來 讀到這種歌唱起來 之後回想起 他們在一起的 往日時光 讓這個美好的回憶 排單他太太 所以這是一首非常感恩的歌 那在這個版本中呢 我們其實也 曾經到嘉義縣 去探訪 鄒族高一生的後代 然後高一生先生的後代 現在有不少的音樂家 然後在台灣的音樂界 也慢慢沾出口角 所以我們今天也許有幸 也會邀請到 我聽說我們有邀請 這位東府的我們 直到現在 那 我們敬意接受 群之座高一生 向他致敬 也感謝大家 今晚欣賞 這首非常大的頻道的 有唱歌 也有東府打電歌曲 混在一起的 群之座高一生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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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